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座 大家好 那上节课呢 咱们结束了网站的一些 前台的一些规划和设计 以及以前的课程中呢 咱们结束了对后台的一些规划和设计 那这几个开始呢 咱们前面呢 完成了整个网站的设计之后呢 就是一个程序安装 那程序安装呢 要分系统来做 如果你开发的是一个产品的话 那将来运行的时候呢 有可能是一些非技术的人员来操作 那他们呢 对改配置文件 虽然简单的修改 配置文件的修改和数据和安装 他们是 是无从下手的 所以呢 对于这样的用户呢 你需要开发一段安装程序 而对于你做的一些一些像外包项目和给某个公司具体做的一些东西呢 那你没有必要做安装程序 只要将他帮他安装上就可以了 所以受众的用户 你看一下 是某 是某一个组织会 一个 个人 还是大众的群体 那如果大众群体就需要提供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的做起来呢 就跟咱们正常的单机版本 这安装的步骤是一样的 通过下一步下一步 就可以把程序安装上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安装程序呢 咱们在做的时候 这里边尽量 不能说尽量就最好 跟整个系统完全独立开 就是一段独立的程序 跟系统上他没有关系 因为安装程序就负责安装 那只要能将你程序安装上 那其他的 都让他安装完之后 就把这个安装程序删除掉就可以 如果跟其他的有关联 那安装完之后 你就不能删掉 那这样的程序 如果安装完不删掉的话 存在这里边呢 会有一些风险 但是咱们这个演示项目 安装完呢 我没把它删掉 安装完之后 建立一个锁文件而已 但是大家在平时开发的时候 要做一个程序 安装完把定目录删掉 也就没有安装程序了 因为已经安装上了 对吧 那另外 安装程序只用一次 就是在项目前面部署之前安装上 所以呢 安装程序 你不用考虑它的效率 也不用考虑它的安全性 也不用考虑它的代码质量 只要是用户能用上 把它安装上即可的一段程序 所以什么都不用考虑 你不管用过程化开发 还是用面上对应开发 还是用什么MVC模式开发 都可以 用你最熟悉的方法 最快开发完就可以 而且呢 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组件模块 那么你写任何程序呢 都可以仿照这个去写 那对于咱们这个项目的话 如果我想去做安装程序 那我只需要 干两件事 用这个安装程序 第一个就是 让它修改配置文件 把配置文件 一些你想设置的 比如说 数据库的 连接方式 数据库的 主机 用户名 密码 这些装上 或者是下边这些 你想改的任何东西 在安装程序里边都可以 然后呢 把数据库表 也就是这个表 导入到系统里边去 导入到系统里边去 然后呢 可以验证 假如是在另一下边 可以验证操作系统的这个 权限 那对于咱们这个 如果放到另一下边 你一定要确保的权限有哪些呢 比如说 因为咱们用程序 会修改这个文件 和这个文件 所以这两个文件 要用程序有可写的权限 这两个文件 然后这个Rintime 都是运行中生成的 一些临时的东西 也是一些缓存的东西 所以这个目录 要有写的权限 然后 在这个里边 Upload 这里边是用户上传的文件 所以呢 这个目录下 要有写的权限 那其他的目录 都要有读的权限就可以了 读的权限 如果为了网站更安全的话 为了网站更安全的话 因为咱现在做的产品 那有可能用户用的服务器 有五花八门的服务器 那如果是自己布局服务器的话 像主入口文件 放在外部服务器根 目录下就行了 那其他的所有的文件 其实都是在主入口文件 读进来的 我完全可以全放在外部服务器根 也就是用户 像其他放在这个3W之外 那用户呢 对其他目录都没有直接访问的权限 通过外部服务器都访问不到 他能访问到的就是前后台的入口文件 让他访问的放在这里边 其他都放在外部服务器根之外 这样能更安全一些 但能做产品的话 尽量就别那么做 因为呢 不属于你自己的服务器 你不能自己布局嘛 所以这是为了安全上面 咱们需要做的一些东西 当然了 这里边咱们只是一个安装程序 那 我首先呢 要把这个 所有的都 缓存文件都删掉 看一下 我重新做一下安装 重新做一下安装 删除 咱们可以等一下 好 上完了 reintime都删掉 那如果咱们项目重新设置的话 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我们可以 嗯 这个删掉 比如说咱们项目 现在因为里边有一些演示数据 那pop那个下边呢 文件上传的这些东西 我先删掉 只留一下 嗯 随意文件 只留一下随意文件 也都删掉了 然后 嗯 其他的就不用删了 比如说那个把数据表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 现在用到的表是ncms 那我可以把ncms里边的所有的表 直接在这里边吧 在哪里边 嗯 嗯 买赛克下边的 date下边的 我可以把 ncms这里边的 所有的表都删掉 现在咱们记录呢 就全清空了 酷还留着 因为咱们在 呃你不管是租的空间也好 还是自己设的空间也好 酷你肯定都需要先借 如果要程序系建库的话 咱们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一条语刀的事 但是呢 有一些你租的空间是没有建库的权限的 所以咱们的系统就要求你自己先建一个库 先建一个库 这是提前先建好的 那咱还叫这个ncms 好 这样的程序就是没安装的程序 现在比如说 我把它cntl a cntl c 我拷贝到任何里边 比如说这个cms里边 那这程序比如说先把程序传到服务器上 这是先传上去之后 那先传上之后呢 因为是没安装 所以你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不管是在Linux还是Windows下 但Linux咱刚才也说了 要给那些权限 你第一次访问 不管是访问前台还是后台 只要是访问这个网站 他都会给你个提示 安装提示 就可以安装了 那前面呢 我再提醒大家 因为刚才咱们说了 如果在文件里边 咱们所有东西都传到 外部服务器根目录下 其他的没有放在外部服务器根之外 那有可能用户直接访问这些目录 那你最好在每个目录下 建一个空的 或者里边写的一个文件 比如说index.rtm 这样的文件 在每个目录下都建一个 这样的话 如果你操作你外部服务器上 允许显示列表的话 也不会看到这个文件夹下的所有东西 像这里边就有了 像所有的下边都放一个 只要是目录都放一个列表 这样的话就防止别人只能看到这样的列表 那咱们来演示一下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第一步就是做一些系统的一些许可协议的一些 系统的一些说明 许可协议 那你要同意的话就可以等它开始安装 看一下 开始安装的时候 第二步就是检查环境和目录是否是正确的 比如这里边查 操作系统 是不是允许的 咱们这建议使用这些操作系统 然后外部服务器什么版本 是不是你想要的 PP什么版本 然后这个扩展 PP是否开启了 杰森是否支持 然后基地库是否支持 然后远程文件是否可以 然后这几个文件是否有可写 那都是允许的 都是可写的 那我才下一步 然后这块你可以选择驱动 你可以选择买CQI连接 因为这两个都支持的都支持 就可以选择一个选择PDO 然后输入主机用命密码 如果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数据库或者写错的话 下一步是过不去的 直接提示你这个库不存在 或者是你密码写错的话 他都会提示你 怎么检查失败 对吧 或者主机写错了 都会提示你 看主机不存在 所以呢 我们这块要正确的 填写信息 密码123456库 这个NCMS 然后表前队 你可以自己设置 比如说细说 PP作为表前队 都是可以的 然后网站的名称 比如CMI内容管理系统都可以 你可以改认它 就是在网站标题上 显示的一个名称 然后下一步 然后这里边 有添加开始添加登录后台的管理员名称 管理员密码 比如Admin 然后重新密码Admin 然后管理员邮箱必须正确的格式 你不输入证据格式也是通过不了的 所以必须有正确的格式 才可以 下一步 那都填写正确的话 那这个表就安装成功了 咱们需要安装的就这一表 管理员用户添加成功了 然后你再点击 就会直接到网站首页了 这回你再刷新 因为安装程序已经用完了 就会在安装成功之后 就会在咱们Retime里边建立一个 不是在这里边 因为咱们安装的程序在这里边 就会在Retime下边 咱们建立一个什么 安装的锁 看这话 安装的锁 那在安装所呢 咱们是在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在 Home下边的 控制器下边的 COME里边 咱们这里有个判断 你看 如果这个文件存在 我们就直接转向 这个手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我们转向安装程序 如果存在就不转向 那后台也是一样的 因为不管访问前台后台 都首先访问的是 控制器里边这个方法 也不管访问什么操作 所以呢 在这里边 咱们看一下 上面也是判断 如果这文件不存在 直接访问indance 安装程序 进行安装 就是刚才转向的 如果现在已经有 这个锁文件了 Retime下边 也就是在这块 已经有这个锁文件了 就不会重新安装了 如果你把这个改名 或者其他的操作 又会重新安装 这是这么几步 比如说 我现在改个名 因为就已经没有锁了嘛 那我们现在 你看一下 我一刷信 又会执行重新安装 同样的 又会执行重新安装 所以呢 这就是安装程序 前面说的那几个特点 安装程序 尽量做成独立 跟其他都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 咱们所有的安装程序 都在这里边 包括安装程序的什么 所有需要用到的图片 和安装程序的样式 咱们都写到了 index里边 那咱这里边呢 有几个特点 我尽量去模拟 MV7模式去写的 当然了 也没在意这段程序 咱们说了 这段程序 咱们是临时性的 只用一次就行 所以什么都不用过 所以我在开发的时候 也就是随便写的 没有任何的去规划 但是你简单了 规划MV7模式 也没用系统里边的 连接数据过渡方式 也没有用 系统里边的smarting 也没有用框架 通通通都没用 就直接写的 所以这块呢 相当于一个主入口文件 在主入口文件里边呢 我们这里边 所有这个安装程序的样式 都写到这里边了 上面 就是用到这么些样式 然后上面这块判断 错误的输入消息 导入配置文件呢 如果这个安装 所有已经存在的话 如果你再直接安装 访问的index 就会提示你 你系统已经安装 如果重新安装 请删除这个 这个锁的文件 然后包含这三个类 然后我们开始 new install 安装 开始执行步骤 默认 如果没提供哪个步骤的话 开按第一步执行 那第一步就是 这个页面 默认没执行步骤 就第一个页面步骤 那这里边分三个类 这个就属于安装步骤 就属于控制器 它控制每一步的执行 那这部分就属于试图 它负责 这几个安装的界面 这个呢 负责成续处理 比如说改配置文件 验证 然后呢 安装数据库 这么几部分 所以呢 这里边执行 首先反应这控制器 安装步骤 这里边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里边就设置了 过多化导入配置文件 然后执行步骤 第一步 我们执行什么 第二步 如果case2 第二步执行什么 第三步 然后第四步的处理 第五步的处理 第六步处理 第六步处理 然后这里边我们 也里边有一部分 也是删除一些程序的一些 所有的retime目录 当然了 我这里边是没样子删除 然后验证 其实可以写在model里边 这里边呢 我为了方便就写到这里边 去验证了 每一步的验证 这是充当控制器的配置文件 控制器的文件 然后这个呢 充当表单 你看上面 有得到是否同意的界面 然后呢 检查界面 检查服务器环境的页面 这里边比如说检查 PPP的一些操作系统版本 服务器的信息 这PPP版本 然后呢 买CQI模块是否加载 PDU模块是否加载 输出了一个界面 用着一个类去写的 所以也能简单的理解成是 存面上最像的MVC模式 只是没细的去规划 然后获取数据库的添加表单 这块 然后呢 添加光旅玩的表单 然后这块 获取安装信息的 最后那个安装信息 恭喜你安装成功等等 只要是界面 这里边每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界面 当然了 如果用smart控制的话 就不用这么复杂了 那你个安装程序 没有必要单独用smart 那这里边呢 就是处理 处理 处理分几部分 一个是写配置文件的处理 一个是写数据库的处理 那写配置文件呢 那首先就是几步 先把配置文件的内容全读进来 然后 匹配里边每一个选项 通过表单里的选项 用正则把每一个选项都匹配出来 跟表单对应的那个 然后 表单里边输入值 就改变配置文件的值 这都是用一个正则循环 组合一个正则的一个模板数组 然后替换的内容数组 用这一个方法就可以替换 然后替换完再写回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几步 然后我以前呢 也录过这个详细的一个 安装程序的一个写法的视频 一部一部写出来的 大家呢 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 当然你参考这就可以了 那创建数据库这个呢 那也很简单 首先呢 判断数据库能能连上 对吧 你的库是不是能选择等等等等 然后呢 数据库也是一样 把因为这个连接数据库是有规律的 你看这里边的色口语句 这里边在写的时候是有规律的 注释分为两种 一种是以杠杠注释的 一种是以警号注释的 所以呢 我们在读进来这个文件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把注释和控格都去掉 注释和控格都去掉 这怎么去掉很容易 比如说我一行一行读这个文件 如果哪行的是以杠杠开头的行 或者是以警号开头的行 我就不读他 那这样注释不就去掉了吗 像这里边处理 你看一下 我们在读文件的时候 如果是第一个字母是警号 或者头两个字母是杠杠线 对吧 这里边或者杠线 我们就不读他 否则我们就读其他的行 放到这里边去读文件 然后读进来之后 把这个整个文件的 因为表前缀是你新输入的 那么把原来这里边的 BRO这个表前缀 都换成咱们新输入的表前缀 然后语句分割 都读进来放着一个字母串 因为每条语句的结束符号是 结束符号是分号 所以按分号分割 就能把所有的色谤语句单独提出来 然后去执行 那执行的时候呢 用正则匹配你就能把表名匹配出来 然后提示显示哪个表成功 所以这里边就分这么几步 判断是否连接成功 去掉注释 然后呢 替换所有的表前缀 把所有的语句分割 然后分割的时候 在执行的时候呢 先把表名匹配出来 然后就提示你建立什么什么表成功 或者什么执行什么表失败 然后将输入的管理员的信息 那么通过这个新的表前缀 在用户表里边插入两条记录 一个是 就是就插入一条记录 就是你新书的管理员信息 放到数据表里边去 去验证 然后得到一些信息 这就是咱们安装程序 需要写的几步 那这个就是读的色谤语句 这是文件 那这文件是干嘛的呢 你可以在这文件里边 写一些协议的信息 比如说 假如说我这块 随便 粘贴一下 看这些 因为这协议信息呢 你要在程序里边去读就不太好了 因为公司信息都有一个文本编辑 写完之后 你只要放到这文件里边什么格式 我们在这会读出来 就是什么格式 你看呀 这块 刚才等写的几步就都有了 就是读一个文件 把信息读进来的 然后安装完成序之后 比如说在主入口文件里边 这块安装完成 最后一步安装完成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安装目录 全部删掉 这是最好的一种效果 为了为了这个系统安全 当然了 如果不删的话 你就建一个锁文件 对于咱们的演示项目 是没删的 那你真正做的时候 一个判断 安装成功 那就把这个整个目录 全删掉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 要这个安装程序给你带来风险 所以大家以后在写安装程序的时候 这几步 你可以参考着去写 当然了 这程序不算什么复杂的 只要是你想去处理的信息去写 当然它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模块 因为里边涉及到了文件的操作 涉及到了程序处理 等等等等 涉及到了一个独立模块的MVC模式的划分 和面向对象的使用 当然了 这个 你安装程序 你用过程化的写 或者面向对象写法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在这话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第二步是检查环境 在另一下有哪些是不可写的 如果环境检查是不通过的 就没有下一步按钮 你就点不过去 那你必须操作系统里边检查完之后 刷新一下 环境过了 你才能下一步 然后得下一步 然后输入关联信息 然后这一步就在安装处理 然后成功进入手印 那这个时候 在retime下边就会 有一个锁文件 就重新安装了 前面的安装之前呢 咱们已经把定目录下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删了 有了一个 所以呢 原来那些缓存文件装之前都是删掉的 那这个安装完之后 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件事 干嘛呢 把这个 install目录 完全 清空掉 这样的话 一个系统就没有安装程序了 那没有安装程序 系统是一项运行的 因为跟这个是没关系的 然后你就可以用刚才的admin登录到后台 rcgd 然后在这里边 比如说内容管理 先添加个相册 然后再添加相册里边 添加 假如说一个图片 然后你就可以添加一个栏目 跟分了一下 添加个aa的栏目 再再跟分一下添加个bb的栏目 再添加个cc的栏目 然后你就可以一点点添加文章 一个试者 比如说在a下面添加一号a的文章 看一下 然后比如说 这样就可以了 到前代首页 就a文章 有三个栏目 abc 这样 然后分了一下边 有文章 一点文章 就详细内容 按票题搜索 都可以了 都有了 然后 这篇文章 你可以 因为现在登录 你可以对他评论 自己可以编辑自己的评论 加上评论 32 发表评论 那就是把人的评论进行编辑 你可以删除自己的评论 都可以 做一面经济化 都可以了 然后也可以进行个人空间 发表文章 发表评论 有哪些 推荐也都有 这样的话就可以正常使用 这个包括前代用户的一个注册 等等等等 这就是 咱们系统安装 这一部分 当然了代码的 大家就可以参考去写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接在这里 那这节课呢 我们也结束了 博cms 基于 博cp框架的 cms系统的一个 系统结构录制 那这里边呢 整个项目的 行代码呢 我们有给大家敲一遍 但是呢 在这个项目之前 咱们做了一个项目前的一些准备 和分析的工作 后期呢 只是一些结构的一些规划 和哪个文件位置在哪 所以大家要想 仿这个写一些项目的话 你需要去分析一下这些代码的结构 那跟上几个一样 如果大家又觉得哪个地方看不懂 或者看不懂地方 可以在 微博上 关注我 然后呢 给我发私信 或者是爱他 我都可以 那我给大家留意一下 当然大家也知道我的 一些联系方式了 比如说 你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这个 微博.com 下边的高 落 风 来 讨论一些项目的信息 爱头就可以了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录制到这里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男生再学 PAP 孙 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兵重 金作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 土上飞 洛盈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年 不觉晓 处处 学PHP 在听愿做 李密 再订阅 学西修 PHP 众里寻他 千百度 不然回首 大人正在学 PHP 不知 好 我 优优优独播剧场—— 交 走 身 不愿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 煙 优独播剧场——